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手臂上面的一些肌肉 解剖 这里是纯解剖 那么咱们先从骨骼上来看 手臂上半部分 大臂的部分 这里是公骨 在公骨和肩甲骨衔接的位置 它有一个球状的结构 然后公骨和持骨还有饶骨衔接的这一部分比较宽 也就是咱们的手肘的部位 这里有一个小球 球下面对的是一个圆柱 圆柱中间往内凹陷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在中间的这个位置的一个稍微的隆起 隆起来的部分一边都是为了方便附着肌肉 肌肉好长在上面 从侧面看上去 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个两边它是逐渐变薄的 这两边逐渐变薄 咱们从测试图比较方便能够看得出来 这里有个球 这里为什么有个窝呢 因为它方便和齿骨 把这个尺子的尺 这个尺骨咬到一起 它从侧面看上去 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有一个凹槽 正好卡住这个小圆柱中间这个窝 是这样嵌合在一起的 这个尺骨呢就是上面这一端大 后面的这一端它就小 然后这后面的这一端就是一个小骨头头 这小骨头头呢也是咱们 小拇指后面有一个这个小骨包 让咱们看一下这块有个球啊 这个球它对着一个小圆柱 这样的一个小圆柱 小圆柱对着的这根骨头呢 正好跟齿骨相反 它是上面这一端小 下面这一端宽 这个龙起的这个位置啊 它是附着供二头鸡的 手背翻过来的话呢 齿骨和绕骨 它俩是拧劲的 它俩是绕绕到一起的 这就是手肘部分 这个这个骨头的一个造型特征 手臂撑直 然后呢 掌心朝外的时候 齿骨和绕骨 它俩是并排分布的 但是没有拧劲 当手背绕过来的时候 它俩就拧到一起 这一条叫绕骨 绕骨对着的是手腕的位置 那这一侧是掌心 这一侧就是掌背 掌背朝上的时候 齿骨和绕骨是绕到一起的 是拧劲的 咱们接着来看刚才 刚才所画的这个角度 首先盖住肩头的 这一块是金三角肌 三角肌附着在 公骨 在这个位置 大概在手臂的中间吧 大概在大臂的中间 胸大肌外端呢 它也是附着在公骨上面的 这边 这边 这是公二头肌 这中间的这一块呢 是公鸡 公鸡是趴在公二头肌下面的 因为咱们这是从前面的一个角度看的 从前面那个角度看 看不到三头肌后面的情况 那么三头肌呢 在公骨上附着的是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是它的肉 比较饱满的肉 再往下这里呢 就是它的韧带 鸡剑的部分 它是附着在持股上 在这个位置就出现咱们之前所提到的 公鸡剑鸡 它是从大臂的外侧 跨过手肘 绕到小臂的内侧 公鸡剑是这样 然后在小臂的 在手肘的这里 它有一块肌肉 这里呢 叫玄前圆脊 它是绕到脑骨的外侧 但它只露出来这小部分 其他部分呢 都被表层的肌肉所覆盖住的 然后小臂手背部的这一色的肌肉 然后在一般画的时候都画不到这些 因为它是实在是太不明显了 那么这个手臂的肌肉咱们就画好了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所讲的手臂的肌肉 主要内容 这几课先到这里 然后咱们下几课再见